我想說 哇好趕喔 就是非常的毛躁這樣 因為我都喜歡彩排很久 後來他們就 欸 時間很短 後來我就在台上彩排 很短的時間就覺得有點 電舞的時候突然有個小朋友衝出來 我只要發出聲音他就會動一下 大概像這樣 他就 對 很小喔 五歲不到吧 比剛剛那個小一點點這樣 然後像他聽到這個聲音 他就會動來動去這樣 然後就想說 欸這是巧合嗎 還是真的 後來就亂彈 然後他就真的不聽了 然後他就真的不聽了 我確定這個小孩子在聽我們的音樂 在亂動這樣 後來我就想說 我們生活在海島上啊 像這種小孩子好少喔 大家好像都不太開心 可是那個小孩子突然讓我想起來 人不能忘記怎麼開心的跳舞 然後人不能忘記怎麼開心微笑 然後人不能開心的 不能忘記怎麼開心的想做自己該做的事情 所以我就在那個當下 把他的那個跳舞的節奏紀錄了起來 就是接下來這個曲子 叫做熱帶島嶼節這樣 然後希望這個曲子可以鼓勵很多 就是平常啊 不管是工作還是 感情還是 就是很多很多事情嘛 然後基本上你不要忘記怎麼 小時候開心的那個自己 我那時候也忘記了 可是被他提醒了 我才覺得 好原來人就是happy一點 尤其是我們活在島嶼上面 所以接下來這個曲子叫熱帶島嶼節 謝謝大家 然後這首無聊真的可以起來動一動 因為當初就是寫一個一個 還不會走路的 還不太會走路的小聲音 然後我還問他說 弟弟你是不是那個悲難組的人 然後後來他的哥哥排來說 叔叔你怎麼知道 然後他就說 他就說我很知道 然後我就跟他說 在台東市 你只要是不太穿褲子的小孩 然後我會走來走去的 通常都是悲難組的人 所以我猜對了這樣 然後正好明天 我們又在那個台東演出 所以今天來 對演奏曲子實在是還蠻感動的 這是幾年前做的一首曲子這樣 因為他第一次聽到 他一定要演奏 然後 destination 所以他臨张褻環和宣傳 是 黑人 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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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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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